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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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完整整 他的齐骨 包括他的指甲可以看 保存得很好 福建福州 惊险两具千年宏观 关内全部被不明液体给覆盖 清理完液体后 一男一女两具尸体 保存非常完美 更令人惊奇的是 女尸的裆部 竟然出现一大片血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姨妈鞋 保存了上千年 最慎人的是 在对男尸进行X光检测时 体内出现了大量不明发光物体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1986年的一天 福建福州的一处施工工地悬崖边 意外挖出了一个庞大的红色木头 出于好奇心的趋势 许多施工人员都围上来 想要看清楚这个红色木头究竟是什么 但走进去一看 所有人立刻有大惊失色 这红色的木头不是别的 而是一口巨大的棺材 现场的人顿时傻了眼 然后赶紧将情况报告给了当地文物局 接到消息后 考古学家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现场 他们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挖掘机已经将棺材的一头给完全挖开 并且悬空在了一处悬崖上 如果施工队在稍有不注意 就会将这口大棺材给推下去 出于保护的目的 专家立刻对这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考古队员首先对这个墓葬进行了初步判断 这是一座南宋时期的夫妻合葬墓 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两具棺材有非常重的石头固定 所以很难从上面给取下来 由于工作难度非常之大 考古人员不得不联系部队的士兵 希望他们能给予帮助 部队的连长也毫不含糊 直接带了两个班的兵过去 虽然将棺果周围的杂物清理干净 但由于棺材非常的重 就连起重机也无法将其抬起 考古人员一时间没了头绪 就在这时一些眼尖的考古专家 竟然发现了棺材上有裂缝 并且还源源不断的有液体渗出 当他们又定睛一看时 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男主人的头颅就顶在裂缝之间 并且尸身保持的异常完美 为了保护古尸不被破坏 他们又联系了帮手 最终两具棺材被运送了回去 接下来就到了所有人都期待的环节开棺 办起所有的手续之后 几个部门联合开了棺 就在棺材打开的一瞬间 所有人都震惊了 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看了看了看了 玩玩净净 他的棺库还包括他的指甲可以看保存得很好 福建福州惊现两具千年宏观 宫中女主人当部赫然出现一红色液体 专家看护不由的面红耳赤 难不成姨妈鞋保存了上千年 就在大家震惊时 男师的X光结果显示体内竟然有许多发光的物体 这些物体是什么呢 当棺材被运送到了祠堂之后 所有专家都来了兴致 因为从破损的棺材分析 他们看到了男师保存完好的头颅 当棺材被打开的那一刻虽然有所准备但还是被震惊了 一具保存完美的诗诗呈现在了众人面前 男师面容娇好仿佛睡着了一样 在震惊之余 一个巨大的疑问也随之而来 棺材中的棺叶从何而来 难道造成尸体不服的原因就是这些棺叶吗 除此之外 考古人员并没有在男主人的棺木中发现任何有价值的陪葬品 当他们将男师抬起来的那一刻 一团黑色的物质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考古人员没有怠慢 立刻对这些东西进行了检测 检查结果显示这些东西全部为水银 这也是当时起重机死活掉不及棺材的原因 当然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 墓主人能够保持这么多年不服 和这些水银有着莫大的关系 考古专家又有点疑惑 墓主人是何身份 为什么费尽心思保存自己的尸体呢 就在这时 考古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类似账本的东西 上面的内容前后跨越四年时间 详细地记载了收租的粮食和交易的数目 难不成墓主人是一个地主 在南宋时期这样的人可比一般家庭富有的多 但为何古墓中没有发现别的有价值的陪葬品呢 考古专家明白 要想确定墓主人的身份 墓志明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但很不巧 一般南宋的棺材 墓志明都在棺材的最前端 可偏偏这具棺材被发现时 最前端就已经被破坏了 眼看考古工作一筹莫展 考古人员就决定对女性股市展开一系列的调查 虽然另一具棺材的体积较小 但考古人员还是感觉到 这里面一定也充满了棺叶 果然不出所料 当棺材被打开的一瞬间 整整一棺的棺叶出现在大家眼前 随之映入眼帘的 是一头乌黑长发的女主人 她的身边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裹 像是死后有人匆忙塞进去的一样 接下来考古人员将官业全部给抽出 就在这一时 考古人员在女士的跨部位置 发现了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东西 所有人凑进去一看 立刻觉得面红耳赤 这是什么呢 看了看了看了 完完整整 她的棺库 包括她的指甲可以看 保存得很好 福建福咒经现两具千年宏观 观内一男一女 尸体保存非常完美 正当大家对牧主人身份猜测不已时 惊奇地发现 女士当部出现了一摊不明液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男师的进展工作一筹莫展 于是工作人员将研究的对象 转移到了女师身上 这具棺材里也充满了液体 并且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包裹 除此之外 专家还在女士的当部发现了不明液体 上面很像大家说的姨妈血 专家也非常的不解 他们立刻对这些物质进行了仔细的分析 原来这些所谓的姨妈血并不是真的 而是人死后渗出的血红蛋白 由于女士身上的衣物包裹非常严实 所以就夹在了里面 最后也让专家误会了 就在这时 考古人员在对男师进行X光检测时 发现了一堆怪异的发光物质 但他们不难判断出这些物质就是水银 因为整个棺果内除了棺叶就是水银 就在这时 考古人员在男主人的衣服上面 终于找到了其身份的线索 据上面记载 男主人是一个南宋时期的清官 由于一些特殊原因被抄了家 晚年与妻子七粮寄宿在一家旅馆内 但当地百姓对他们的遭遇非常同情 在这个清官死后 当地百姓为他们共同建造了一个墓室 并将墓主人生前的卓越功绩 全都写到了衣服上面 由于害怕盗墓贼光顾 他们选择了三合土进行棺果的装填 并将墓主人生前最常用的一个账本 给做了陪葬 这就解释了为何墓主人身份地位很高 但却没有什么陪葬品的问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